这个视频将结合理论和实际,介绍四种方法快速查找损坏的背光LED。 这四种方法分别是,视频分析法,整条检测法,半条检测法和足够检测法。 先看理论的部分,这台电视的LED背光分两个通道,每个通道控制三排灯条,每个灯条有9个LED,这样每个通道共27个LED。 参考类似的白光LED的数据手册,一瓦白光LED的工作电流在50-500mA,工作电压在3-4V。 在300mA的时候,工作电压约3.3V,功耗在1瓦左右。 这是背光条的布置图。值得注意的是,第1,5,6排是一个通道,第2,3,4排是另一个通道。 每一排灯条分成两段,一边4个,另一边5个,共9个LED。 如果开机时,LED背光会闪亮。 那么,我们可以用拍摄视频,来后慢速回放进行快速排除。 从这一帧图像可以看出。 第二个通道,即第1,5,6排的LED不亮。 第一个通道,有一个LED不亮。 写来,这个不亮的LED短路了。 这是定位LED故障的第一种方法。 视频分析法。 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,视频分析法可以很快地排查一半LED。 第二种方法是整条测试法。 前面提到,LED的工作电压是3到4V。 整个灯条,9个LED需要27到36V的电压。 一般实验电源都可以提供30V的电压。 刚好可以用来测试灯条。 当然,需要限制电流以防止损坏LED灯条。 一般LED只需要1毫安以上的电流,即可以观察到点亮。 测试时不需要很大的电流,以避免LED太亮刺眼。 这是背光LED测试电路和探针。 电源是一个0到30V可调的实验电源。 探针包括两个鳄鱼夹,一个缝衣针和一个线流电阻。 我在实验电源上设置了线流,并且外接了一个2K欧姆的线流电阻。 算是双保险。 其实只需要一个线流措施即可。 在没有实验电源时,也可以用3到4个9V的电池串联代替。 在灯条靠近PCB的地方,有两个测试点和连接器引脚,可以在此注入电压。 我们看一下测试的过程。 第三种测试法是半条测试法。 半灯条测试和整条测试原理一样。 可以利用左右半个灯条的连接器引脚,或连接器边上的测试点,注入测试电压即可。 因为LED的数量只有4个或者5个,测试电压只需要15V左右。 我们看一下测试。 如果仔细观察,可以看到LED灯条其实已经点亮了。 由于测试电流比较小,在视频上不是很明显。 第四种方法是逐个测试法。 再确定的是哪个半条的灯条有问题和。 现在需要逐个测试确定损坏的LED。 这是LED在灯条上的电路板的示意图。 LED的正极折线加宽了很多。 主要是为了散热。 只要刮掉A处和B处的绝约期,就可以注入电压测试LED2。 现在看一下测试的过程。 会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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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亮了 这个是背光LED修好后的照片 由于时间关系 将在下一个视频介绍 如何更换焊接和测试背光LED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点击订阅和点赞支持我 谢谢